本门素材来自两进俗史一书 作者拒绝转载 反对为是保证不设政治 在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初期的时候 有一位大臣名气非常大 此人名叫贾冲 贾冲之所以名字 贾冲之所以名气大 除了因为他是西晋芒朝的开国元勋爱 还因为父亲贾奎 也是名声赫赫的大臣 不过小编今天既不是给大家讲贾冲 也不是讲贾冲的父亲 而是他的女儿 贾冲因为曾经参加过镇压 淮南二趟和杀了魏帝曹毛生的司马一家的信任 后来他的两个女儿贾包和贾南风 也都嫁到了司马家 自此两家关系更是融洽 贾冲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是步步高省 不过贾冲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做贾武 贾武虽然没有和姐姐们一样嫁入司马家 但他的爱情后来却成了一段佳话 贾武从小就长得很漂亮 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是落落大方 让人看了心生怜爱 因此贾冲平日里也很疼爱 自己的这个小女儿 到一段时间贾冲发现贾武不对劲 总是一个人发呆 而且还会自己一个人傻笑 这可吓坏了贾冲 想着这么水灵的一个孩子不会傻了吧 后来贾冲觉得不对劲 就叫去了贾武的贴身婢女问情况 结果婢女也是支支吾吾 只告诉了贾冲 总之小姐没有傻 虽然贾冲听了也是一头雾水 但觉得女孩子有心事很正常 就没有再去问她 从古至今 想要做成事情有一番作为 人际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贾冲很清楚 所以没事的时候贾冲就喜欢叫上一些同僚 去自己家里吃饭 席间谈谈工作 再联系一下彼此的感情 这次有个小伙子受到了贾冲的关注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小伙子长得很是清秀 一副风流倜傥的气质 一番交谈后 贾冲得知这个小伙子叫做韩寿 是韩信后代 于是对这小伙子更是赞赏 于是贾冲对韩寿更是关注 不过当贾冲走进韩寿的时候 突然闻到那一股奇特的香味 想了片刻 贾冲立刻叫来吓人 让多看一些人在贾武的房间的附近 原来贾冲在韩寿身上闻到的味道是一种很稀有的香料 恰好皇上赏了一点给贾冲 贾冲又只给了贾武 所以韩寿必定和女儿见过面 果不其然 几天后贾冲家的下人就抓到了翻墙进去的韩寿 不过贾冲并没有责罚两人 而是把贾武嫁给了韩寿 作词 李宗盛